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陈凯婷 总统夫人周美清 以故宫荣誉团长的身份出访日本 除了参加故宫与日本幻展的相关活动 也率领台湾原声同声合唱团 受邀到日本演出 3号在东京昭和女子大学 一连演唱了多首布农族以及日文歌曲 除了深具文化交流意义 也希望透过原声同声合唱团优美的歌声 不为日本311灾民 并为高雄气暴受难者祈福 台湾原声同声合唱团 应全日本合唱联盟的邀请 到东京昭和女子大学压轴演唱 总统夫人周美清 以荣誉团长身份出席 受到高度赞誉 周美清特别致赞校长 坂东真理子 翠玉白菜的复制品 坂东非常高兴 这次元声同声合唱团是唯一受邀到昭和女子大学演出的外国团体 数分钟内表演了四首不能语和日语歌曲 也和日本辅导县 慈臣县 东京都和千叶县的少年合唱团合唱 聊亮的嗓音让台下观众感动不已 他们非常惊讶 也非常赞美我们小朋友的表现 都说非常棒非常棒 还有小朋友蛮融入的啦 我们小朋友很快就跟他们的小孩子打成一片 超级可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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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超级可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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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美清和合唱团 此行也拜访老人乐 关怀老人家 日方也对高雄气爆事件 表达关心 他们有关怀问起这件事情 那我们也谢谢他们对这件事情的关心 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的歌声 除了抚慰311 同时我们也用这首歌来祝福 我们高雄的朋友们 就是受待的朋友们 周美清四号也率领原声同声合唱团 参加国立故宫博物院 在东博的神品质保展特别内览会 继续用歌声感动人心 中央圈界杨明珠 东京报道 311号深夜 高雄发生气爆事件 伤亡惨重 在海外参加活动的台湾歌手们 心紧细着台湾 也隔海为民众加油打气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以更正面乐观的心情 面对每一天 我今天早上才知道 就是台湾的高雄发生气爆 这样子 我觉得每一次看到这么多的天灾人祸 有时候我会觉得 其实生命是一个很脆弱的部分 那当然也希望大家不要 因为这件事情去 太过于影响自己的心 因为我觉得生活还是要过 但是还是希望这些事情不要再发生 这一夜连续的爆炸 让台湾很不平静 一夕间带走二十几条人命 还有两百多人受伤 加上近期国际间天灾人祸频传 歌手潘玉文说要更珍惜身边的人 而林凡则鼓励马来西亚人要走出空难阴霾 就是有时候危机也许就是转机 那我希望马来西亚能够 赶快走出这些空难的阴霾 然后看怎么样子能够好好的 也许重新整顿一下 还是什么 就是路还是要一直走下去 对所以一定还是要勇敢 尽量能够以正面的方式来面对 林凡也提到身为艺人能多做的 就是投入一些慈善活动 传递更多正面力量 帮助灾区的民众度过低潮 庄社记者王一文 吉隆坡报导 高雄气暴造成严重伤亡 各界均款分身涌入 北京台商协会宣布均款500万新台币 我们长期在大陆经商 我也希望说看到家乡的不幸 我们也奠记着家乡的事情 来发起这个运动 北京台商协会会长林清发说 希望借由捐款抛砖引玉 让更多大陆台商和热心民众 加入援助行列 让灾民生活尽速恢复正常 另外近年来在北京发展的 乔夫集团 主席黄建华也代表捐款500万元 提供灾区救灾重建 那我们听到我们非常关心 希望陈局市长把这时间好处理掉 处理得好 那我们这边尽心尽力 协助我们陈市长 所以他把事情做得好 所以今天我就希望大家能够 踊跃相助 北京台商协会与乔夫集团 总计捐款1000万元 与台湾各界齐心齐力 协助灾区度过难关 中央世界的邱国强北京报导 中央社国际新闻 中央社国际新闻 中央社继续 雅加拿为您 泰国麦谱报导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高雄气爆事件伤亡惨重 中华职棒员工会发起爱心募款 开赛前身为中职球员工会理事长的 彭正敏抓紧空档 带领其他球员 剖瓜高志刚 程鸿文等人 拿着捐款箱走遍内野观众席 又走到外野自由席 亲自向球迷入款 我相信台湾人民对于这样的事情 非常地有爱心来想要帮助这些灾民 那我相信不管多少 都是大家的一个爱心 球员现身看台引起民众骚动 各个都掏出钱来踊跃捐款 就是很开心 然后可以做公益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 有钱的出钱有力出力 捐多捐少 就是大家有这个心是最重要的 大家就是尽一份心力 然后为台湾加油这样 在赛前短短20分钟内 一共募得西台币14万元 另外球员工会也发起 捐出一日薪资所得 不少球员响应 全出善款将捐到高雄市政府 八一气爆专户 来帮助高雄灾民 庄社记者张欣伟台北报导 高雄出生的旅美职棒投手陈文英 台北时间2号早晨 首度拿下美职五连胜 不过陈文英表示 得知气爆灾难后十分哀伤 希望大家平安无事 昨天晚上回到家的时候 就听到老婆在讲 然后自己就很担心 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不管怎么样 就是赶快打一通电话回家 就是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赢得今天这场比赛 然后不管怎样就是 想要献给高雄的大家 那希望大家是平安无事这样子 陈文英主场出战西雅图水手队 独称7.1局 仅是一分夺胜头 累计战机12胜 并投出本季个人新高的单场8K 不过英载赛后却未见笑容 就是自己身为一个高雄人 那听到这件事情也觉得就是非常的 就是觉得就是还蛮张心 然后希望能够靠着大家的力量这样子 然后能够帮助高雄 陈文英受访 首先就将盛头献给高雄湘民 他表示自己身为高雄人 目前会和老婆和经纪公司讨论 希望以大家的力量帮助高雄 中央设计的廖汉原 巴尔蒂摩报导 江苏昆山的台资企业中熔金属制品公司 2号发生粉尘爆炸意外 造成超过70人死亡 近200人受伤送医 透过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 爆炸发生在上午7点半左右 正是员工到班的时间 当时厂房冒出白眼 10分钟内浓烟扩散到整个厂区 许多员工家属接到消息后 从各地赶步昏山 但因为死伤者都有严重烧烫伤 能以辨认身份 家属只能交集等候 目前大部分员工家属已分批送往昆山会展中心 现场采集DNA以便鉴定死伤者身份 昆山政府也安排家属住宿 但不少人心系失联的亲人 宁愿守在厂区封锁线外等候消息 中央社记者宅思佳昆山报导 69年前的8月 美国在日本广岛市和长崎市 分别投下了原子弹 造成严重死伤 迫使日本向盟军投降 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个历史伤痕也促使日本推动反核武政策 每年8月日本民众都会举行纪念活动 除了悼念原子弹受害者 也提醒后人战争无情珍惜和平 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推动集体自卫权解禁 会不会让日本再度走向战争的道路 也让这个纪念日格外引人注意 相关讯息全球视野持续为您掌握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陈凯霆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